中国大陆很多的土豪 他们的庆祝方式 可能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像是浙江当地的传统习俗 屋主搬新家的时候 就会把好几十箱的礼物 从顶楼往下倒来分享喜悦 另外甚至还有部落客 花了160万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700多万 去干嘛呢 住月子中心 从控州府看大楼顶楼 好多人拿起十几个箱子 就往下倒 白花花的东西像下雨一样 不断往下飘 望远望去大楼外围着上百人 低头蒙茧 甚至还有人出动大袋子 奇特的景象就出现在 中国大陆浙江 原来这是浙江当地的传统习俗 只要屋主搬新家 就会狂盗礼物分享搬家喜悦 只是这浮夸场面 也让画面一曝光 就吸引300多万人次观看 不只这位屋主 最近中国大陆 掀起一波炫富风潮 不只他 看看这位戴着墨镜 穿球衣的部落客 花160万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720万元 入住月子中心 可以看到宝宝的房间 还有奢华球池 馆内瑜伽式 健身房 按摩椅等等 高级设备应有尽有 吸引了100多万人观看 更夸张的还有一件40万人民币 等同台币180万元的外套 也吸引100万点月 不过就怕炫富影片 影响一般人的金钱观 也引起网友撻伐 中国大陆土豪高调炫富 也颠覆一般人想象 东森财经新闻李子涵黄福相综合报导